有調查發現 如果食環署將街市的空置或凍結檔位 重新開放招租 近九成受訪者說有意申請 食環署客客公眾街市的空置或凍結檔位 過去五年持續增加 由2016年的1034個 增加至去年年底超過1800個 空置率達到13.5% 而灣仔登隆州街市為例 34個檔位中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發現營運的只有12檔 其餘大部份用來擺貨 這一層已經丟空了11年 區議員希望當局重新開放和規劃這裡 就好像拿來做環保回收點或自收室 聯盟上個月底至今個月初 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33人 包括遭用短期虛視檔位 和有意從事小本創業的人 若街市空置檔位重新開放招租 8成6人說有意申請 主要因為租金成本比較低和人流多 多數人認為日租由50元到150元比較適合 近九成受訪者說可以以短期租約的形式 給有意創業的人申請 其餘就建議提供給團體舉辦活動 或者拿來做社區廚房等等 1800空置檔位出租 其實可以提供到1800個就業機會 其他蔡泰街坊進入進駐 減低現在我們說的7.2%失業率的問題 聯盟又認為空置街市檔口 變相浪費公帑 令政府少了收入 無線電視記者劉杰玲波特